国国近期疫情大爆发 其中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外劳 成了感染病毒的高风险群体 因此政府早前就宣布 明天就是12月1号呢 将会在雪州还有森美兰 进行首个阶段强制检测外劳的措施 那在最向政策开跑的前一天 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临时宣布 卫生部呢将会直接管控工厂 还有建筑工地的疫情 另外雇主们呢都必须要寻找地点 作为无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的 确诊外劳的隔离中心 伊斯麦沙比里强调 涉及工厂呢都必须要自行承担相关的费用 其中雇主需要负责外劳的检测费用 那再送外劳前往隔离中心的这个交通费 承担隔离中心的开销 还有外劳在隔离期间的衣食住行等等 都要由雇主负责 另外由于顶级首套疫情依然没有减缓 那伊斯麦沙比里也做出了相关的宣布 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其中一个外劳社区 顶级首套员工宿舍直到现在依然出现病例 因此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也宣布 针对顶级首套员工宿舍的加强行动管制令 将会延长两个星期 伊斯麦沙比里强调 员工必须在两次检测结果都呈阴静之后才能复工 并且再次强调 年华感染群的疫情并没有蔓延到社区 另外针对雪龙和布城实施的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CMCO究竟会不会再延长 伊斯麦沙比里说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做出相关宣布